Panfps 這裡還算亮當吧,漂泊著。 按照約定 我有很多東西需要跟你解釋 不是的,你的出現只是一個巧合。 我是受到了掩飾的拜託,去監督李融這個家夥 與殘星ladı交易而已。 意外遇到你之后 原本只是打算利用你 来调查李荣收藏人偶的地点 但没想到 他竟然真的想要带着人偶逃跑 这时我还不能暴露 于是只能追查他的下落 回收人偶 后来掩饰发现了你 作为共鸣者的特殊性 所以才让我将你引到安全屋 是吗 为了真实感 我可是没有手下留情的 没想到 你只是有点痛 怪不得掩饰他这么想 研究你的躯体呢 很遗憾 他也尝试过读取你的记忆 但是失败了 你似乎比你想象的还要特殊 按掩饰的说法 似乎有什么超越了他理解的力量 锁住了你的记忆 别说读取 似乎连窥探 都会让神智陷入深渊之中 都不知道你到底招惹了什么东西 说不定像这次一样 为了与己无关的事情出手相助 碰上了不该招惹的对手 才导致记忆被封印 比起他人的事情 你还是多把心思放在自己身上吧 这样才能活得长久 我觉得你也没有让我担心的必要吧 不过 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时候 就找我吧 你和我有着不少的共同点 一样是截然一身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或许在未来 我会偶尔想起 和我有那么一点相似的你 会觉得不至于太过于孤单吧 让我们彼此 渐渐能够接受这份孤独 然后继续活下去 眼诗他或许就是被这份孤独所压倒 才会不顾一切地 想复活我的父母 说得没错 在我的父母去世之后 所有的一切对眼诗来说 也不过只是棋子 包括我 他为了能够在治安署里面有内应 从小就把我当作寻味一样培养 最终 我也真的成为了一名寻味 但却没有如他所愿 站在他那边 或许对他来说 我确实是最让他痛心的叛徒吧 当然 人的罪恶 终究是由自己而生 我并不打算为他辩解什么 但是如果 我在他一开始误入歧途的时候 就能阻止他的话 或许一切都不会发生 或许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也曾经做过 和归魂护助会的大家一样的梦 梦见我能够再次见到自己的父母 和他们从陌生 渐渐变得亲密 成为真正的家人 沉浸其中 不想醒来 就算明知道编织他们的丝线 是他人的幸福 我也没能下定决心去破坏它 或许是因为看到 和这件事毫无关系的你 也在如此拼命了 而且这一切都还没解决 掩饰也不过只是本次事件中的一个参与者 他的背后 还有更大的势力 所以我们还不能松懈 直到揪出一切的罪魁祸首 瓦解这背后的巨大黑暗为止 当然了 你不会说事到如今 才想要抽身吧 这样的话 我就不得不考虑 把我的真实身份 从你的记忆里 物理性抹除了 开个玩笑而已 不管怎么样 非常感谢你 完成了比我想象中 还要多的事 成就了比我想象中 还要多的生命 如果是你的话 或许我也可以 无条件的相信 你猜猜 最后还有一件 需要感谢你的事 谢谢你能够相信我到最后 那下次再见咯 下次 或许我会以个全新的身份 与你相见吧 吗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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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